內紀長 最愛的國外 參與於 鄭道 我們請總會拆開的羅家鸟傳道 方立請 恩友請弟兄 我们在座的赏识谈到 或者所有弟兄姐妹及 亲爱的朋友大家 平安 平安 首先非常感谢 学书记者的带领 能够让小弟与我们 诸位弟兄姐妹 一同学习神的话语 那这一次的礼物布道会 小弟想要介绍这位 使人有盼望的神 也就是我们全面的神 耶稣基督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 那第一晚小弟想要介绍 他是一位奇妙的神 那明晚小弟就要介绍 他也是一位救世的神 我们天上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一位奇妙的神 为何名为奇妙呢 因为奇妙 他就是神的特产 因为是充满特别的 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这一次我们称之为奇妙 唯有这一位全能的神 才能够充分表达什么叫做奇妙 我们再借着圣经上的记载 更能够明白他为什么称之为奇妙 我们首先先请翻开圣经 我们请翻开圣经的《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的第34章 一起来看第10节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的34章第10节 《出埃及记》的34章第10节 《出埃及记》 10节耶和华说 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 是在遍地忘国中所未成形的 在你视为的外邦人 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因我向祢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我们这边就特别提到 神说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 因此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的整个历史来看 神捐选了一人 也就是亚伯拉凯 然后捐选了一个家族 进到了埃及之后去看到整个民族 而且这整个民族能够在埃及地来生活 这早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所预言的事 从上世纪的第十五章 第十三节以下 就特别传到了 亚伯拉罕和阿伯利避在别人的地来聚居四百年 而且在那边服侍纳地的人 又被纳地的人来处带 所以因此看到了出埃及记的记载 的确神的百姓 也就是以色列百姓 就在埃及地来读世 来寻苦行 因此他们呼求这位全能的神 能够带领他们离开这埃及地的苦行 再看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 第四十节 出埃及记的十二章 四十节 四十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 共有四百三十年四十一节 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 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他们这边就还证明了神的预言 都照着神如何来告诉亚伯拉罕 一直到这个时刻全都因验了 神奇妙的是不是仅有预言实现 乃是在埃及地来降下十灾 因为法阿王不肯让以色列百姓离开 神不仅仅让把这个埃及刑法降至十灾 更是要让他的百姓体会到这是神的大能 这是神祂奇妙的作为 因为这实在降在埃及地 除了以色列百姓所居住的南塞这个地方 免于这实在之外 埃及地遍地都在这实在当中 所以说诚如神所说的 我就像在我百姓面前寻奇妙的事 不仅神所觉醒的百姓看见了 那在示威的这些外邦人也看见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诗人的一个称颂 在在的就是要述说神奇妙的作为 就以大卫来说 大卫一生当中都是苦难 不仅仅少罗王追杀他 连自己的儿子压沙龙也要追杀他 虽然他一生当中都在躲避人的追杀 但是大卫却能够从当中来体会神奇妙的领导 因此大卫作诗 在诗篇的第九篇 第一节这边就特别谈到 大卫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 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借着诗歌 调达神一切奇妙作为 甚至在亚萨的诗歌里面 也是这样子的来称谢 在诗篇的七十八篇 七十八篇在第四节这边特别谈到 我们来看诗篇七十八篇第四节 我们将这些事向他们的指示隐瞒 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 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的听 我们这就是亚萨的诗歌 我们从生活当中 体会到了神的能力 神用祂奇妙的作为 正当我们胜过了我们生活中的苦难 甚至呢这边也特别提醒我们 这一些恩典啊 绝对不能向我们的子孙来隐瞒 要让我们的后代子孙 都能清楚知道神的美德及他的能力 我们就要借着我们的口 来诗说这位全能神奇妙的作为 我们也可以从诗篇的一百三十篇里面 尤其从一百三十九篇里面所提到的 神奇妙的作为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甚至在一百三十九篇里面就特别谈到 尤其在第四节这边谈到 我舍不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哇 这一位奇妙的神是全知的神啊 或许我们的话我们父母亲有些不知道 我讲了什么 但是呢这奇妙的神啊 诗人特别谈到 舌头上没有一句是神不知道的 而且从第七节以下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 就是无所不在啊 哇神 神奇妙的作为是他无所不在啊 你不管躲到哪里 你证实被到高天 神也在你旁边 你证实躲到神的洞里面 这一位奇妙的神还是在你身边 所以这位奇妙的神是我们无法去测透的 而且呢也借着旧约的众仙子来聚言 将来有一个奇妙的主将要降生 也就是将来的救世主弥赛亚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九章 来看第六节 旧约圣经819页 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 六节 因有一英才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全必站在他的肩头上 他们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 永在的不和平的军堂门 这一段预言很清楚的表达 将来有一个救世主要出身 也就是主耶稣 这是我们后来看着圣经记载 我们就知道 那这个人是谁呢 这边特别谈到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 而且呢也告诉我们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永在的父 他是和平的君 因为在先知书也特别预言 将来有一位会继承大魏的王位 就是指着这将来为我们而生的婴孩 因为福音第一章 就特别谈到神沉了肉身 因为特别谈到这个道就是神 道沉肉身 充充满满的活在我们世人的生活当中 当时的人们亲眼看见 从四福音书的记载 也让当时的人看出神说话特别有能力 有权柄 所行的也是神奇妙的作为 心病 感鬼 样样都有 所以又如同仙之书上所预言的 他就是全能的神 他就是永在的父 他更是他们所等待和平的君 所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的出生也非常奇妙 人的出生一定是精子跟卵子的结合 就有婴孩出生 但是主耶稣的出生 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第二十节这边就特别谈到 玛利亚是从圣灵摆运而来 这个是我们人所无法去想象的 他的丈夫约瑟 知道了自己为过门的其怀孕 以人的理解 约瑟想要修这个是正常的事 这是人的观念 你一定跟人家发生什么事才一定怀孕吗 主的使者亲自公苏约瑟 你要怕执管曲 因为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 更重要表达了主耶稣降生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在二十一节的后半段 因为主耶稣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他要来完成这救赎的经论 这是神的计划 因为人得罪神 使主违背神的命令 所以入了世界 所以人没有办法回到神的怀抱 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书生 以无罪之身替我们献了一个赎罪祭 借着主耶稣替我们罪人使 我们才能够借着主耶稣替我们罪人使 如果保血罪的问题解除了 我们才能够靠主的保血成为利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章的十七节 特别就谈到恩典真理由耶稣基督来 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重回到神的怀抱 所以从旧约一直到新约 在在的述说了神奇妙的作为 主耶稣也特别的亲口来说 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三十九节 主耶稣说我们参考圣经是因为我们认为 这本圣经有永生 的确 得救的福音就在这一本圣经里面 他引导我们罪得救的路 主耶稣也说这圣经是为他作见证 虽然当时讲的圣经是旧约圣经 以我们现在来说 就是我们手中的这一本圣经 都是再再来印证耶稣基督 就是这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所以圣经上在主耶稣身上所讲的预言 全部都实现了 更是印证了耶稣基督 就是这位全能的神 他所彰显出来的是我们人所无法去呈现的 但是主耶稣给我们应许啊 主耶稣求父为我们降下这宝贵师 他就是真理的圣灵 主耶稣说这宝贵的是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当主耶稣离开我们之后 返回时就要降临在我们身上 火来到了使徒上 从使徒行传第二章 从使徒行传第二章 不寻解圣灵大象 他们门徒得到圣灵之后啊 就如头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谈到的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就必得着能力啊 不必要犯在阿信徒 别人不那么多年 你还要把他证实 哪里使徒使在的门徒 得到圣灵 得着能力 行了 主耶稣再次传福音的这一切奇妙的作为啊 主耶稣在使徒使在门徒得到圣灵之后啊 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 在使徒使在门徒得到圣灵之后啊 也靠着圣灵的能力 也行了许多神奇奇事啊 而且呢 在使徒行传五章十二节特别谈到 主借使徒的手 行了许多奇妙的奇事啊 所以更是证明了主耶稣 他却是奇妙的神 那过去会有人说啊 他这都是圣经上所记的 但是呢 如今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神迹奇事的彰显 而前人小弟来到了关东巧教会来募会 那在募会的过程当中 就看到了一位姐妹啊 非常认真的听道理 每次祷告 他一定会来到前面 能够希望长着传道为他暗所祷告 小弟就觉得这一个姐妹好有热神 那后来那一年的春季联会 刚好就到他家去访问了 他才发现他热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完全打破了小弟 第一次碰到他 行动自如啊 脚步轻快 但是呢 在他之前 却是深受及那个癌症的一个苦恼 在多年以前 他得到了乳癌 那感谢神 但是那很特别的是 在小弟募会的前一两年 癌症又复发 而且一步发是直接到末期 而且一步发是直接到末期 就致能侵蚀到他的骨头 所以呢 因为一次就把他的状况拉到最低啊 他可能坦在床上 那也刚好那一段时间 他的先生刚好转换跑道 所以在他太太最痛苦的那段时间 他可以为他太太来几分忧 但是呢 孩子一个国小 一个国中 所以对这个姐妹来说 哇 怎么办 我的未来生活该要如何 他那一段时间最多要靠两包马飞 他才能够比较舒缓 他的生命随时都会离开 他很特别的是有一天 他这个国中的儿子 突然跟他妈妈说一句话 让他吓了一跳 他说 妈妈 我们不是有蛇吗 你在痛苦什么 对 他会给他理解 耶稣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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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姐妹听到 他知道这不是她儿子所说的 他知道这不是她儿子所说的 祝福的避孔也 蘭佛吏之子 他人神去着她儿子来提醒他 他就是他 near his father 他就是他特别的云子 他必要带他 他竟然说他迷恶都要到了 因为他行动真的痛到行动不便 他的宽骨已经被癌症侵蚀到 他走路只能一拐一拐 但是他知道神机立他 正常人从他家里走到教会 大概五分钟就让他去 但是他拖着他的身体 要花半个小时 一拐一拐又非常痛 慢慢走到教会了 但是他邀请娘官 我就是每天晚上的布道会 我就要参加 那一次的布道会 他努力的向神祷告 求神能够拿去我的痛 因为他没有办法 靠马飞来过生活 他感谢神的恩典 他那一次的礼物布道会 就是为求这个目的 神随听了拿 抽掉了他的痛 对着他来说 他更有信心 他在向神求第二件事 因为他年纪不过四十多岁而已 他每次去聚会 哇 很难看啊 因为骨头被侵蚀了 所以他又不能不这样走路 他又体会了神的恩典 我也不能不去体会听神的道理 所以他求神说 不会让我正常走路 让我们好好地来聚会 那有一天早上 他依然地为孩子打理 那孩子全部去学校了 先生也去上班了 他就要开始整理家里 他就要开始整理家里 但是那一件他特别的内容 他想说 我们一下 我休息够了 我又体力了 我再整理家 他就躺在城上 他知道他还没有完全睡着 他突然感觉到 诶 家里怎么多了一个人 他就在家里头上 哇 他吓了一跳啊 是不是小扣啊 我没有力量能够赶小扣啊 他怎么办啊 他非常紧张 就赶快打到城 但是那个感觉 这个人又不陌生 他觉得这一个人 从他头这边 然后从他旁边 走到他的脚那个地方 他想要抬头看 这个到底是谁啊 但是呢 他头完全不能动 他的眼睛也不能 向他脚那边看 他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他起初是非常的害怕啊 突然这个人 他的双手就抓住这位姐妹的双脚 他说了一跳 怎么有陌生人摘我的脚啊 他这个人呢 就抓那脚之后 开始给他弥度上下左右 左右 他很緊張 他開始覺得腳不舒服 但是呢 越動 他覺得整個身體越來越舒暢 舒服到他睡著了 突然他醒了他嚇一跳 趕快看他家裡到底這個人去哪裡 他仔細一看 沒有人 他想說 我應該是在做夢吧 沒有關係 我現在已經精神飽滿 我愛死在你家裡 他現在的時間不多 他現在動作很快 會整理 他這樣怎麼會這樣 一般他客廳要花四五個小時才會整理乾淨 他在做夢中 他在做夢中 他會整理乾淨 但是 一個小時 已經 家裡也是全是整理完畢 他那時間是嚇一跳 我今天怎麼動作很快 結果他不知道是走到客廳還是房間的時候 他才發覺 欸 走路怎麼正常了 他要充滿心的感謝神 所以他緊緊把他的痛抽掉 他還要把他發覺 他更是已經被癌症所侵蝕的這個寬骨 又完全康復 有些人沒有人好多 也沒有人好多 也沒有人好多 這個是在我人的理解 在醫療上面是無法去解釋的 不是 因為他等於人家安在一起 就拜訓他們 但是呢 神就借他奇妙的作為 讓這個姊妹來見證神奇妙的作為 你告訴他好意 你今天要問到我 哪個師父親要叫爸爸看 所以你看到這個姊妹 走路啊什麼 行動作很快 我都知道了 你把他想像他之前 是受到這個癌症的痛苦 是補抹的苦惱 甚至走路也一切一切的 沒有想到神讓他完全疼苦惱 而且現在癌症的指數非常的低 那馬欣然感謝神能夠再繼續陪伴他的小孩一起成長 感謝家哇夕 Chevy俊姊 再次看到這個姊妹的時候 有一點幸福肥 連死GAN這里牠200 wide 這一 morning就不рь湊匪 也充满着神奇妙的作为 当时的圣灵的能力是那样 而现在也可以依靠圣灵的能力 来完成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一些神奇妙的作为 跟外使徒时代的圣灵 跟我们现在的圣灵它是一致的 所以感谢神的恩典 借着圣经上所记载的 更让我们体会到这位奇妙的神 祂的名字就是耶稣 那我们要如何去体会祂呢 就是要求这位宝贵的真理的圣灵 也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求的宝贵师 所以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 那明天还要再介绍这位神有发梦的神 他更是救主的神 而期盼我们能够明天继续地来参与 让我们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全能的神 他就是永在的父 他就是和平的君 当我们接受了神奇妙的作为 就会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祂也像这一样 我们将会是法 谢谢大家